艺人丁小晴在知名的人力银行网站上 看出了李莉呢 被这网友揪出错字连篇 语意奇怪还没有断句 甚至就连自己母校人字编的能人家商 都写成人类的人 这样的错误让网友好傻眼 带你来看 耳濡目染错 心路历程错 从一而在还是错 连母校能人家商校名都错了 错字连篇的求职履历 这样要找工作实在机会不大 不过这履历的主人却是艺人丁小晴 来 走边 最后一次啊 丁小晴这份履历不止错字多 没标点符号 没断句 其中一句由衷希望自己的经历 到贵公司能替贵公司的产品 发挥到符合公司的经典文化 这文法似乎也不太通 没有啊 可能我觉得就打得太快 可能就没有确认啊 就谈不去吧 我还不常摔跤 可是我一摔摔就很严重 负面传闻不断的丁小晴 曾经就因为缴交不出房租 连夜搬家 还有去年经营代购和服饰店等 被买家跳出来指控付钱不给货 最近买保时捷也扯出财务纠纷 这次在因为错字连篇的求职履历曝光 再次伤害个人形象 记者 真人宗 李亚寅 台北采访